台湾观光旅游业超夯 今年来台观光的国际游客 已经突破千万人次 无论是国际观光团客 或是国民旅游 吃是来到有美食王国之称的台湾 一件最重要的事 我们针对宜蘭一些创意料理 还有一些我们的名产 包括鸭嗓 金枣鸡卷 还有粉肝 以及一致止于我们三星的蒲肉 我们结合了蒲肉结合了金枣酱 做的比较酸甜苦辣型的 所以还有其他比如说我们的高渣 高渣也是创意型的高渣 和以往的高渣不一样 我们纯粹用蔬菜下去熬汤的 一桌是两千五起来 观光客是哪一些国家美食 其实都有日本韩团 至于东南亚全部都有 路客也都有都蛮多的 利用在地食材 烹调出别致风味的在地美食 是团餐最吸引观光客之处 像宜兰郊西的鸭上 新竹的贡丸 米粉等 都是观光客点名必尝的特色餐 再加上主厨的创意 可口美味的调理大餐就上桌了 两千五的针对团餐的部分 然后我们新竹指定的菜色 就是米粉跟贡丸 然后还有这个鸭 所以我们这个蜜香熏茶鸭 我们就是用在地的鸭 然后来做鲜卤制 然后再用一些茶叶面粉 来熏它的表皮 让它有增加一些风味 跟它的颜色在 然后我们再涂上我们的纯蜂蜜 我们团餐的客人 有像国内旅行团 来自各地的都有 然后最主要还有 我们现在很流行的大陆客 对 其实还是以国内旅行的旅行团 来吃我们这两千五的会比较多 台湾的美食除了美味好吃外 更有独特的美食文化 令人流连忘返 值得注意的是 本次获选的一百一十二家特色餐厅 除了推广给国内外的观光团体外 观光局也制作了 包含中英日韩四国语言版本的 专属网站 公海内外朋友查询 并宣扬台湾的在地美食文化 行销台湾